清美市新店行政園區盛大舉辦落成典禮 創下全國首例 透過公辦都更方式完成的行政園區 打造監俊商辦 運動中心 以及生活機能的複合式園區 耗時新建有三年半 總算落成了 那這個行政園區在新店裡面 還有辦公大樓 住宅 以及運動生活機能 市府考量公辦廳社多養老舊 加上周邊巷弄狹小 民眾洽工停車相當不便利 這次推動公辦都更 垂直整合行政機關 希望打造更便明的服務 各項的設施非常的完便 可以提供我們新店 所有的行政單位 做更有效率 更多元性的服務 除了新店 侯友宜也強調 希望在任內陸續將土城 永和 三重 以及新莊等 四區的行政園區規劃完成 會加緊腳步積極推動 記得正日中網安寧 新北市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請進入 請進入 請進入